你坐这儿吧 我过去吧 你坐这儿吧 我过去吧 这药它要现尖 可能要等两个小时 算了吧 别等了 要不然过两天才去也行 你来了就等一会儿吧 实在不想闻这医院呢 要不你到门口转着 好像他们对面有一个会所 你到那儿坐一会儿吧 好了的话我给你打电话 辛苦你了 去吧 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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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道怎么越有钱 品行越坏啊 真没想到 若定能干出这种事 我都不是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 那都是陈芝麻烂骨子的旧账 若定没错 怎么这么大的事 他敢瞒你这么多年 丽雅 是不是他要把你卖了 你还帮人数钱去呢 不是跟您说了吗 他也是刚刚知道的 对啊 妈 若定哥哥也是受害者 他找谁逃离去啊 我说他了吗 我不说那女的吗 真是恶意 恶宝 他什么时候死 我跟你说话呢 这跟你什么事呢 你还摘什么菜呀 我听着呢 你说吧 小丽雅 你妈叫你回来 就是有点不放心 想叮嘱你两句 第一 要不情大局 我看你干脆跟若定表明了 就说这个孩子我们能要 而且还能把他当作亲生儿子来抚养 再说你现在怀孕了 这时候提出跟若定离婚咱们不合适 咱们表面上装着什么事都没有 心里头再恨呢 也不能表现出来 要不 这时候若定烦了 跟你提出离婚 那咱们就太不合算了 离婚 不可能 若定哥哥他能舍得吗 小孩子家家懂什么 你又懂什么呀 就是要谁赚钱多赚钱少 谁工作好工作赖 那感情就不值钱吗 什么感情啊 感情值什么钱呢 小孩都有了 能没感情吗 不情俗然怎么办呢 还有什么可然的 那女的不是快去世了吗 小丽 爸还有句话要跟你说 那个女的怪可怜的 在人心都是肉胀的 是吧 听说她也没几天活了 我看 你干脆大肚一点 不认那孩子吧 也不行 认了那孩子吧 就更麻烦了 你说我这个女儿 她命怎么这么苦啊 那可是个富婆呀 干脆咱把这孩子要了 到时候得一笔遗产核算 你们就要跟我商量这些事吗 我凭什么非得给别人当后妈 我凭什么非得替别人养孩子 你们以为我不敢跟孩子定离婚吗 我自己就没有我自己做人原则了是吗 你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 不是为你好吗 我跟你妈哪句话说错了 不都是为了你吗 你不领情就算了 还那么大喊大叫的干什么 我都快烦死了 自己没什么事 你们别叫我回来了 你这孩子 都是你惯的 你这孩子 你都快烦死了 你这孩子 你这孩子 没什么事 你这个人 你东西 你这孩子 你这孩子 不是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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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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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說啊 現在的運氣特別的嚴重 估計沒多長時間了 啊 有什麼事回家再說吧 好 妳見